作词 李宗盛 舍利子被许多人视为人世间的宝物 他不仅稀罕少见 而且还富含着予以深刻的美好内涵 佛祖舍利子是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元祭火化之后留下的灵骨 他像宝石一样圆润光彩 凝聚着佛祖艰难漫长修行的历程 是体现佛祖道行和精神升华的象征 所以佛祖舍利子被受世人的尊崇 世界上但凡经历了长时间艰难曲折的磨难 最后凝聚而成的精华宝物 都是众人理想中的最美好的事物 如果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想象成一位高僧 那么埋藏于大地的丰富矿床 就应当是如同佛祖舍利子一样珍贵的宝贝 地球的矿藏是在长达46亿年漫长严峻的地质演变过程中 凝聚而成的 只要看一看那些精美绝伦的岩石和矿物 就可以想象到 它们是在严酷的地火之中 经历了漫长曲折 甚至是惊心动魄的熔炼 才得以形成 当人们面对色彩绚丽 形态奇特 晶莹剔透的天然矿物的时候 就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和神奇的创造 玛瑙也是这样一种 在自然界天生形成的珍贵矿物 人们将玛瑙比喻成地球的舍利子 那玛瑙与佛祖舍利子相媲美 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它既有无与伦比的外在之美 又有漫长曲折 沉淀积累的深刻内涵 玛瑙 它并不仅仅依靠 十全十美的英如华贵 来征服人心 它既形态优美 和色泽绚丽于一体 能够引发人类的狭想 它包含着丰富的神采文韵 和诗情画意 却又是那样的朴素自然 它以形态优美 搭配巧妙的色泽花纹 展示着被精华的选择和沉淀 以及在漫长岁月中的艰苦积累 它奉献给人们的 不仅仅是对美的赞赏 更重要的是 它的形成过程具有异常深刻的寓意和启示 正如朔丽子一样 获得人们由衷的尊崇 马脑的确是大自然一项神奇的构思和创造 追索马脑的形成机制 能够展示大自然的三个重要的启示 首先 虽然马脑的化学成分像石鹰和水晶一样单纯 主要为二氧化硅 但是 它却五光石色 光彩照人 就是因为在马脑的形成过程中 它宽容地吸纳了一些其他的金属元素 例如铁铜骨鞍等 正是对其他元素的包容吸纳 才成就了马脑丰富的色彩和花纹 因此 马脑给人们带来的第一个启示是 只有包容合作 方能创造出美丽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虽然马脑的形成 常常与弟弟的岩浆活动 和火山喷发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实际上 马脑的生成 既没有火山爆发的轰轰烈烈 也没有岩浆躁动的热情奔放 马脑的形成 只不过是岩浆活动 或者火山喷发之后 方才上演的一幕 精彩的压轴戏 当熔岩和火山躁动结束之后 岩浆中剩余的热液和气体 沿着石头中的空隙寓移 浸润到地层的裂系或岩石的空洞中去 这些饱含着硅质和各种矿物质的热液和气体 在运移扩散和逐渐冷却的过程中 将它所含有的矿物质随同硅质一起 沉添到它们所能到达的那些裂系或空洞中 因此 马脑形成的位置 大多是在一些不起眼 不规则的裂缝 或者岩石的空洞中 在这个过程里 大自然带给了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启示 那就是 人生在世 不要可以去追求像火山那样的轰轰烈烈 也不要挑剔你施展才能的舞台 只要勇于拼搏 努力付出 即便在阴暗的地层峡洞 或简陋的岩石孔洞中 一样能够创造出世间最美的奇迹 马脑之所以能够像佛祖舍利子那样珍贵 因为它的形成过程 还具有第三个 把人深思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寓意 大规模的岩浆活动或火山喷发之后 剩余的热液和汽水 顽强地轻润到岩石的裂隙或空度中去 老老的生长过程 老老的生长过程就是二氧化硅热液 一次次的沉添 一次次的沉添 一次次的结晶 随着时间都市缓慢的积累 于是形成了马脑独具特征的色纹 这五彩斑斓的铜心状花纹 就像是大树的年龙一样 成为马脑的生长纹 平凡单调的重复 却为漫长的地质历史 留下色彩艳丽的不朽记录 每一圈 每一层 都记载着不平凡的瞬间 在这里 马脑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启示 一丝不苟的细致认真 和坚持不懈的执着追求 最终 必将创造出真正的不朽 马脑之所以人见人爱 不仅是因为他的美丽 还在于他千真万确地经历了 石破天经 脱胎换骨的磨难 才得以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虽然马脑属于石英醋的矿物 但它的硬度 要大于一般的石英 因此 在岩石空洞中形成的马脑 比包围着它的维言 更加耐得住大自然的风化和波湿 只有当岩石被风化作用摧毁之后 马脑才能从包围着它的桎固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真可谓 吃尽万般苦 留得精华在 海枯石烂 方显真貌 马脑对艰难环境的抗争和忍耐 为我们树立了榜 但是 艰难 曲折的磨练 到此并没有结束 马脑 必须再经历数千万年流水浪涛的冲刷 磨砺 才能展现出它的真正风采 这一漫长痛苦而艰难的历程 是对精强意志的锻造和考验 它是对波云见日 赤之以恒的期盼和坚持 这就是马脑带给人们的精神力量 人们喜爱尊崇马脑 歌颂赞美马脑 因为它是大自然 并以启示人们 深思的地球之精华 它像国族舍利子一样 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当我们面对着一颗小小的马脑 它带来的 不仅以它所展现的 丰富神采文艺和诗情画意 为我们提供 视觉上的美好享受 人们 跟叮当在这颗小小的石头上 汲取它深邃的精神内涵 用来鼓励自己的精彩人生 飞哦 跳得太多了 里面被读意义 能跟叮当在这颗小小的咖族 我最低的短期就要回来 我能提供 gaat 好 启示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